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今天跟大家說一下這個... 噴... 陳志焚 我經常想陳志焚 我以前扮過陳志焚 他改了名為陳志焚 他最近訪問了一個人 現在娛樂報紙炒撞 就是陳佛拉 陳佛拉小三 陳佛拉結婚,結過兩次婚 第一次結婚的前夫是劉威太子爺 然後就說有子介入陳佛拉的婚姻 那個女生叫張惠娜 張惠娜是Hotcha成員 Hotcha成員三個裏面也在過外認識 這個張惠娜其實... 希哥對他的風評 其實很多年燈都有說過 這個女生其實很奇怪 就是我們看到女生放照片上IG 就會是靚靚女女 他很奇怪 他放一些爛腳爛肉的照片 放上去 即是咬到周身蚊爛 一點點 這個女生很奇怪 這次陳志焚訪問他 媒體炒作這件事 甚至有一個男藝員 當中涉及到 那個叫做凱俊傑 要跟大家聊聊天 凱俊傑現在就做十月初五初歌 歌裡面是竹君豪的爸爸 好像是很複雜 這件事就是 張惠娜前Hotcha成員 上了訪問陳志雲 重提 嫁入尿威太子爺 阿薛世衡和陳弗拉的婚姻 大家先給個讚好 其實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跟大家一齊了解一下 給個讚好 大家麻煩 讚讚讚 謝謝 當時他被冠以小三之名 即是第三者 為真 他說沒有 我就這樣看 暫時這件案情 我未看到那個壯子的時候 我發覺 你怎樣可以介入陳弗拉的婚姻 你何德何能 我不是說他不漂亮 我剛才說他很古怪 很多女生 美美女女 但她鋪上一些古靈精怪 沒有好肉的照片上IG 有些年男生都會說他古靈精怪 但如果你說 就這樣說漂亮 他只能夠是屬於可愛 市政 哇 陳法拉是什麼 TVB一線女星 現在是荷里活一線女星 對 他現在走過去 荷里活發展 他這些是天眼來的 當年最紅 兩個花彈 鍾佳欣 和陳法拉 鍾佳欣沒有他那麼漂亮 老實說 只是說輪廓 但是中間那個 那個性格各樣好很多 陳法拉 但是我想跟陳志雲是很熟的 陳志雲還是曾志偉總經理的位置時 就是陳法拉當家花彈 根本他們是很熟的 他問這件事 不知道陳志雲說什麼 現在說回那個所謂的小三 被冠以小三之名 張惠牙訪問中自認 感情陷害 遇過渣男 但堅決否認 拆散陳法拉同 和薛世緩 即是他的前夫 他從來沒有做過小三 但又被人說是小三 很無辜 究竟他們是否認識的 他說到 開名被一個圈中人 放了陷害 嘩 這樣屈他 是不是 這個攝氏者 亦出來回應 有些傳媒說到是凱俊傑 凱俊傑最近TVB經常見到他 其實凱俊傑 他沒有工作很多年了 他這個人挺帥 像鬼仔 如果見到他真人 我有一次見到他真人 不是TVB年代見到他 我六七年在TVB期間 我沒有見過凱俊傑 我是換身份證的那一年見過凱俊傑 這麼奇怪 是的 我對他的印象就是 我覺得他很小 是瘦的 是矮的 但是他的樣子就挺帥的 像個鬼仔 看他的樣子應該是MAX的 是不是英國MAX 我不知道 但是就帥的 我覺得他是像鬼仔那些帥 問題就是 為什麼人家會陷害你呢 這是什麼關係呢 我們聽聽裡面的案情 好了 當時這個女生 十七歲 叫張惠雅 簽成Liuway歌手 原來跟太子爺 就是旗下旗下的女生 組成Hotcha 原來Hotcha就簽Liuway 正式出道 這個卡拉OK簽歌手 我剛剛才知道 我們以前不理會這些東西 我們經常認識英王 環球 華立 所謂的比較出名知名 不是的 其實有一間好像 不知Big Echo 還是什麼東西 都好像簽了一個張德豪 Big Echo很久了 我記得有一個張德豪 不要理會 為什麼那些不重要 說回 其實當時 都算是比較有人說的 女子組合 Hotcha OK的 OK的 出道四年 其實當時發展了理想 但就被拍到當時 這個Liuway太子 就是陳弗拉的前夫 跟他單獨約會 是嗎 就傳了 這個女子介入了 他跟陳弗拉的婚姻 張惠雅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說回以前的戀情 他重提小三疑雲 他否認 我覺得是被圈莊人陷害 矛頭直指說歌士 唱歌和電視兩妻 知心藝人 凱俊傑跟你又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他們大難也扯不住 老實說 這些是翻炒的 因為 當時陳法拉離婚 我們才知道結果婚 是啊 如果他跟陳法拉前夫 有過這些密會 你根本是不會 炒作 他是介入陳法拉的婚姻 這些是事後翻炒的 究竟 又是認識又是怎樣 做了些什麼 這個女子解釋 跟前老闆約會 是因為想去working holiday working holiday 就要找老闆 Holiday 我又想起陳法拉 陳法拉是一個沖上雲宵 叫Holiday 那女子說她的感情事很坎坷 拍過N次拖 N次拖 N次拖 多到數不完 但強調沒有做過第三者 陳志雲當時就問她 當年你跟陳法拉前夫的緋聞 那女子就說 自從那次之後 我長期被指是第三者 老實說 老實說 我沒有看過這個娛樂新聞 是 你有沒有看過 沒有 你有沒有聽過 沒有 我沒有聽過 之前我們說回陳法拉 現在的老公的法國籍 人家的陳法拉前夫 再婚 從來沒有提起過這個女子 即是這些拉蒙拉拉下 不知道 對 她說自己長期被人說是第三者 但我聽都沒有聽過 可能我知道歷史 我不夠白 又或者風還沒吹出來 現在她自己吹大 終於吹粗奶了 你說是 但你不說我不知道 你現在說了很多人知道 你說我你就知道 然後還有一個大平台 究竟是不是平反 他就說那次約了前老闆 因為他們現在Hotcha解散了 也沒有簽任何公司 他就說約了老闆出去談 他說當初是薛先生簽我回來 所以找他談 那時候我想跟公司談 想離開香港 就是去working holiday 誰知道被人寫到是這樣的 他說本來一本雜誌寫的威力 未必很大件事 後來其他傳媒都一起寫 從此就變成第三者 他覺得很大件事 老闆說我沒看過 如果他說不是 那就不是 其實這些事本身 我覺得本來也沒人知道 我覺得她的樣子有點像譚玉英 她啊 有沒有有點像譚玉英姐姐 她 她多肉一點 是不是 對了 那誰陷害你呢 她就說姓凱 阿凱來講 只有一個凱俊傑 在香港 對不對 他說其實有個謎團想解開 為什麼當時這樣被人說 當時我們被公司保護 很好保護 不知道甲新聞可以上封面這些東西 不知道甲新聞可以上封面這些東西 你是不是出來混合 他講笑就說 你是不是講笑 他扮青春 還是扮天真 我還沒去到 我還沒去到你們的說出來 藝人五仔出來 我曾經可能有一段時間 但都是用一個網絡人的身份 你是主流媒體的藝人 你說你不知道 是啊 你沒有朋友 你跟別人不聊天 說笑就說 說笑而已 不知道 真的有趣 他說他不知道 那次約阿薛先生出去聊天 因為做完事 跟藝人去吃飯喝東西 跟他說 明天約了阿薛先生 整件事只有幾個人知道 他想回整件事 我是被人有目標去跟 我那時候 為什麼會被人跟 他看回那次的報道 有一格 是這個人爆料 直指是凱俊傑 一開始他不開名 你知道阿智雲大師很喜歡逼供 是 先搖搖搖搖你 我先搖搖搖你 不罷休文 是不是凱俊傑 張偉亞就點頭承認 他說我以前很小時候也有看他 他是前輩 可能他沒有心被人吐了 可能他沒有想過搞到這件事這麼大 他說 還是我猜一下 猜一下是不犯法的 猜這些東西 嗯 OK 陳志雲就說 是我的前輩 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小時候看到他在那個 那個 那個 入境灣仔 拿身份證的地方 我記得他的樣子都很中年 不是很年輕 現在更加做了老闆 演戲裡面 做阿祝君豪的老爸 翻查紀錄 原來這個所謂的陳弗拉小三 要拿這個名字 我這樣打這個名字 應該沒有人想知道這件新聞 如果你明白他們整件事在炒作這件事 你就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個叫Talking Point 匪文的事其實不是這樣 但你不說這些話可能沒有人理會 是不是 那就說一下 原來翻查新聞 這個女生和凱俊傑 2010年拍過這個港台劇集 有訪出租的第二輯 播出的時候 一起出去宣傳活動 其後 在不同的公開活動 都有同場 而張惠亞和陳法拉的前夫 被拍到是2011年 時間相當吻合 張惠亞被封小三後 千夫所指 情緒一度出現問題 就有抑鬱症 難怪他鋪上那些 古靈精怪的照片 他們說得很恐怖 很噁心的照片 但其後也有兩年 已經到澳洲去工作假期 而歌手出身的是凱俊傑 近年就回到無線拍劇 對嗎 這個女生說他拍過很多次拖 多到數不到 數不到那麼多次 應該有十幾次 這麼多嗎 沒有拖手的 我都算因為大家有感情 這樣也行 我對所有人都有感情 即是散到不散 我幻想的那些我都算 哇 這樣放在腦袋上也算 我都算 哇 這樣就很多了 算有拖手的有多少次呢 也有十次 十次女生算不算多呢 拖手就不算多 那你說拖手也算的時候 睡覺就難說 難說有這些人的定義 沒錯 對不對 你在連登 或者什麼 現在現代的那些男生 就說 一次也叫有 我有次女 這樣也算多 對嗎 但如果你說拖手來說 你說到這些拖手 那些嬰兒玩泥沙的 我幼稚園拖幾條女的手 說到每段戀情 不多於半年 大部份三個月就收皮 過試用期 過不了 說實話 你說三個月就分開 我以前第一次拍拖 那一個女生 真的跟我說三個月試用期 怎樣試用期 試一下大家合不合 試一下 我最怕這些東西 什麼叫試一下 大家先試一下 怎樣 你不是的 你沒過試用期 其實很討厭 你問我 難怪別人叫做事當真 不是事當真是我們拍攝的術語 就是這樣說的 是否認真 事當真 就是這樣的意思 人家問他有沒有想過為何這麼短分開 剛才我說我自己 不是說你的 為什麼她說 因為一個女生說一拍拖就很投入 很快就交了心 她很癡身 經常問男生做什麼 去哪裡 被人說我個人是很沒信心的 我經常覺得自己沒有人要 她和她的脾氣不好 發現對方有東西騙我 就好像瘋了 大叫 大叫就不行了 她好像會不會什麼 而且她叫到臉 微思血管都爆了 這些很誇張 這些不行 大跳 不是大叫 是大跳 我首先建議她 觀照自己的呼吸 放鬆的人 放鬆就很抽象 我們感受一下自己的呼吸之間 就算聽到這篇新聞 有什麼情緒 有什麼漣漪 你都要記住 Breathe 呼吸 因為你控制呼吸 就控制到情緒 現在就教你禪修 真的不是 真的 說真的 說真的 大家聽我也是這樣說 我怕她有什麼事 現在看到這樣 說 對 整件事很誇張 老實說 大叫好難不遙得 我用了一個男生 我們曾經跟一班男生出去喝酒 認識一班女生 那個女生好笑 我們是害怕她的 不是說你 我純粹是一個例子 例子性 就是反面教材 那個女生 其實全場來說 她算是 私精 一起出去喝酒 喝酒 然後突然間 喝幾杯 猜猜一下 突然叫 叫啊 啊啊 我不開心啊 這樣 整場的人看著她 大佬靜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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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走了 哈哈 大家趴一趴大佩 走了 走 不懂的 哈哈 不行的 不行的 你的力 你是改變不了那件事 嗯 癡身沒問題的 我覺得 我見這麼多女人來說 我沒見過阿希哥這麼癡身 沒有問題的 那條仔喜歡你就可以了 對 對不對 這個是真的 癡身沒所謂 還有那個男人本身是缺愛的 好像我這些 我 我看小鎮女兒都不行的 嗯 那就找那條女兒黏著我 對 他女兒不黏著我 我就找另一條女兒 我是這樣的 我以前的人是這樣的 沒錯 現在就 其實要找一個正確的人 嗯 那如果她說到她是一個 癡身 或者什麼 我相信 她沒有介入別人 做第三者 因為 因為 如果她是一個認真 和會很癡身的人 是做不到第三者的 哦 也是的 真是一個合格的 依賴 她很悶得 應該這麼說 她應該是很明白自己在其位 在什麼位置 沒錯 不可以當作貼身高藥 這樣去黏著她 沒錯 不然 就大L了 不可能的 這些不是你做的 這些 這件事 也要研究一下 接著 這女兒去算命 算命師傅勸她不要拍拖 這些算命師傅 你叫她吃屎都行 算命師傅叫她不要拍拖 她說會很傷心 要拍過了三十歲 有個算命師傅叫她四十七歲便會拒絕 這些是吃屎的 她先拒絕 這些呢 是混蛋 告訴你 算命 逢算命師傅叫你不要拍拖 那些 你叫她逆招 回家睡 有沒有桃花我的事 你學蔡文鋒說的 有得結結婚才算 有拖拍拍了才說 對 是不是 及時行樂的做人 你相信那些 寫人江戶佬 全部都未滿屍的 每個人拿著八字 說自己好厲害 吃屎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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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還有說你幾歲 幾歲的那些 也是的 吃屎啊你 真的 人沒有說幾歲的 你做得好事多 做得好事多 本身 如果說短的 即是一個命盤 做得好事多會長 是不是 但你 都是這樣 我應命了 我就差不多了 你從那一刻開始 你的心都在地獄 是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最重要的是 有時候 人 除了你每一年 經過做了多少事 會積了多少功德 是 那些東西會變的 是 當然會變的 就算我當你那些是真的 我建議你看一套佛教的電影 叫《了凡四分》 他就說一個人叫《了凡四分》 他的命局本身就是 他選不到狀元 又說沒有子女 又幾歲早死 接著遇到一個和尚 他跟他說 命呢 就是一個格局來的 但是你要有得改的 你做多些好事就可以了 對 整個我們都看到了 大家都要做多些好事 對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 凱俊傑 爆了事 爆了事 有沒有呢 有沒有呢 他有沒有說 他說 出席活動的時候 大方回應 強調 我不知道什麼事 他說一桃冒水 他說 梓彤這個女生 拍完東西之後 是認識的 他說雙方十年不見了 完全都不明白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新聞 他又幽默表示 他說 他很少人姓海 因為我是沒有人姓的 是的 但是他否認 就是當中的放了者 但是別人的口很難控制 你當笑話聽 他這些又 幾官方式的回應 正常式回應 或者這麼說 這件事是這樣的 如果你說是他 你就拿了一張報紙出來 那一格說什麼 對 可能有人說 這個女生 早前跟凱俊傑拍了一套 陳志雲說一定是他的 那你要說一下 是什麼才行 未必真的是他 對 對 我當真的是他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件事是你的 對 所以這些事情 有些少少 沒有不著頭腦的 令到別人 也不知道是不是 對 你隨便找個姓 又說是 對 唉呀 這樣不行 有證有句才好說 有些事情 他以為是 你說 為什麼我會被人跟 跟你很出奇 你那個時候 每個人都被人跟 跟你因為你很紅 你很可憐 是啊 對不對 你可以覺得 有幾個可能性 你不可以一口咬 還是說是他 因為我昨天跟他 聊天吃完飯 說了給他聽 說了給他幾個人聽 難道是那個人 那些人爆嗎 喂 你真的可以是剛好有些狗仔隊 本身可能 這樣子 我不知道你們去哪裡吃飯 老實說 有時候說在酒店 有些明星 我不是說你在酒店 有些酒店在報名 想報到那個人 其實一開始不是想報那個人 報另一個人 不小心報到那個人 對 也有的 他走開那個狗仔 走開彎仔 想報那個人 那個人報不到 看到那個人跟那個人在一起 就拍你 是不是 是 有時候有些事情 不知道 可能每個人很敏感 對有些事情 可能是異神異鬼 也不奇怪 那你說他 那他有什麼好處 那你十年有沒有靠你這件緋聞 就紅了 嗯 就是 沒有 明白 很難說的 不過 也不能夠排除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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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是這麼想的 這些新聞 是 他真的沒有人說 他不說 沒有人說 他就沒有人說 那就就是說 其實這件事 你能夠是陳法拉小三來說 起碼有人認識 是的 但是這個圈就不能夠說 你靠這些炒作來維生 你炒完之後 就像謝盈鋒一樣炒完那些很大的 哇 老爸 等等 然後轉過頭他有節目出的 是 你真的有工作 你有作品 你有錢回 有名才有利 那你有名只有污名 那不行 你要用這個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可能IG 可能在經營中 IG Shop也好 做KOL也好 真的會有人找你什麼都好 這些拿來炒 你要找到本身 你利用這些東西的價值 其實他現在也是在炒這個 知名道 嗯 其實可以的 就是看到他現在 本身都沒有人說 開茶的了 是不是 我認識他其中一個 成員 那樣樣樣 那個都 已經不是做這行 那樣樣樣樣 但是偶爾也很像樣樣樣樣 因為始終他們舊一輩 就像陳志雲這些 當時認識你 就像你現在這個年代 找女兒講 都講閻明熙 講一講姚卓菲 講一講 《造星》的那些女生 不用說這些 還沒有人看 陳法拉也去了荷里活 好說不好聽 就算 真的 你現在有什麼解僱 人家都在荷里活 是不是 人家好像是法籍老公 但是他會介意 他說他沒有做過 那就拿來講一下 人生來講 最大的這件事 是的 那怎麼說開茶成軍 難道 現在的女團 現在搞女團 我就是前輩 然後 阿世家宴說 我也是 哈哈 你最慘的 比較的時候 家宴姐出來 我也是 人家就看家宴姐 七公主 你怎麼都比下去 我們還有一個 馮素科 是Anson Lo 是不是 這些事情 不能解僱 所以大家當作講一下 只有一個知識 了解之後 凱俊傑說沒有 你咬他吃嗎 他說沒有 我愛他 沒有 沒有 很多事都是口同鼻咬的 海俊傑最近有劇出 我先擠他 這樣 可能他一直以為 都真的以為是他的 有時候可能是誤會 不要緊 過去了 沒錯 頂頂地 好好管理一下皮膚 美美女女 認識個人 做多一些公益的事務 幫人 調整一下自己的心態 對 那些幾歲命 那些 那些 不用理 人 定勝天 改變你本身那個 革命局 是 那時間來到這裡 下一節跟大家說說其他新聞 bye